網民殺入大浪西抗議見私人樂園 富商老年城在大浪西灣起私人後花園 受到9個環保團體和7萬網民齊齊譴責 我們再去工地看過 雖然暫時見不到工程車施工 但是附近的溪間開始受到污染 水面全部都是灰色的泡泡 工程垃圾就是這樣丟在溪間裡 整塊地都搞到寸躁不生 賣地給老年城的村長黎恩說 老年城透過代表要求他遲些出席記者會 和公眾解釋地的用途 如果他反口用來蓋別墅 黎恩說會追究到底 但是我當年談的事只不過是口頭的承諾 就沒有黑字不解 現在黑字不解 我說假如是口頭的承諾 是有法律根據 我可以用法律解釋 十幾個響應Facebook號召的市民 昨日入大浪西灣露營和游泳 希望引起關注 如果他改變了上面 其實這裡的植坯各樣其實都會變 而且氣氛會很不同 後面有一個私人的後花園在這裡 其實對於那些行山行來講 都是覺得感情上第一受傷害 另外西貢大浪灣關注組 昨天連同過8名市民去到長沙灣政府合署請願 要求立即停工 長毛都來撐牆 由漁護署處長王志光接信 有保育團體今天會發起行山行動 怕攝受破壞的地點